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觀眾朋友今天應該有感受到 上半天整體來說 還是比較溼涼的天氣 不過下半年開始 北台灣地區的水氣就減少 還有透出一些陽光了 我們來看到明天的天氣狀況 從地面天氣圖上可以感受得到 其實明天整體而言 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在清晨的時候 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區 最低溫也還是在15 16度 會感覺比較涼一點 不過明天水氣跟今天相較之下 是減少了許多了 我們從雨區報上面來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這段期間 在東北部地區 有些零星的短暫雨勢 到了明天其實是差不多 甚至水氣是會更少一點的 像是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是多雲道晴的穩定天氣 而北台灣也是有機會 見得到陽光 然而在迎風面的包含 就是東北部地區 還有東部的花蓮一帶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但是雨勢應該都不會太大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北部地區 明天在基隆還有新北市 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降雨 台北有機會見得到陽光了 高溫來到21度 桃園 新竹跟苗栗 都是有機會見得到 陽光的穩定天氣 高溫回升到22度 台中 彰化跟南投 都是多雲道晴的天氣 溫度是17到25度 雲林 嘉義跟台南 同樣是多雲道晴 高溫來到24度 接著看到高平地區 明天有些雲亮 但是整體而言 算是穩定的天氣 高溫來到27度 至於明天在宜蘭 會有短暫降雨 滑動是多雲 高溫來到25度 再來看到外島地區 明天在馬祖庚金門 是多雲的天氣 澎湖是多雲道晴 溫度是18到20度 再來關心氣象小叮嚀囉 明天整體而言 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在影封面的東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不過整體而言 明天的水氣跟今天相較之下 是減少了許多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 清晨還是偏涼 要早點出門的話 要記得穿暖一點 而這樣天氣會一路到週五 週五之後又有封面抵達 隨後冷空氣也會接著報導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 接下來又會變得比較濕冷 一定要特別注意囉 好了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問題 歡迎來到雨潔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